文化部以及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所推出的撒片音乐种子社区 2021市内乐经典音乐会艺文产业振兴计划 在今年5月中旬开始 但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被迫暂停巡演 但随着全国警戒降至二级 3号上午他们是前往了吉安乡永安活动中心 举行役后的收场演出 为福气站引发长辈带来悠扬的音乐饗宴 文化部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所推动的撒片音乐种子 在社区2021市内乐经典音乐会艺文产业振兴计划 上后上午在吉安乡永安活动中心 带来疫情降级后的收场演出 由来自高雄的雅克室内乐籍 演奏包括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 巴哈小舞步曲 等室内乐经典曲目之外 还带来多首台湾民俗歌谣 让在场的长辈们听得如吃如醉 跟着旋律摇摆身躯 沉浸在这场国家籍的音乐饗宴当中 很难得可以到现场听 以前都听收音机 现在都没有 电视也很少 有这个机会很难得 对 现场的座位都是满的 我觉得我们吉安的听众是非常热情 非常踊跃 那我们觉得有一种 除了离开南部地区 来到花莲演出 有一种不一样的旅行的感受以外 其实真的是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这项计划今年度在花莲县共规划了五场演出 而其中就有四场是安排在吉安乡 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第六年然后每年都有一百多场的 在各地活动上山下海到处都去 只要哪个地方申请需要我们 我们就派团队过来 这一次在花莲五场的演出里面 我们争取到四场 带给我们在学校的学子 还有我们这样子快乐乐活 银髮头发白的银髮乐活 一起分享月音就在我们的生活 谢谢我们亚克乐乐团 也谢谢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我们的张世民理事长 为我们一起共同开启 社会的这样的快乐乐音的氛围 我们希望音乐的种子 都可以在大街小巷里面 来运行来奔送 既然厢长游淑珍除了到场欣赏这场音乐饗宴 也关心每位长辈的防疫工作 他表示吉安香为全国评选 最适合退休宜居安养的热活乡城 乡公所则无旁贷承担起 各项饮法福利工作执行 未来更会持续为安全热活家园奋劲努力 记者许黎琴吉安香报导